Karen 你好 Hello 在警方這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Sorry 還有Model Angelina Thank you Karen 你好 Karen 你好 Karen 你好 Packy 說這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其實在化妝造型方面 有甚麼 tips 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其實我覺得因為教練來 很多香港的女士 都會比較喜歡一些 出人自然的真理化妝 我覺得其實無論在座國位 本身已經很高貴大方 又或者喜歡一些比較型格的 其實選取一個比較 是大方自然 但可以突出自己個性的妝容 給人的感覺可以有優勢一點 無論你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看一些照片都好 都一樣是一個很刪除的感覺 不如我們現在開始示範 好 其實我現在會先用 Mekabay 替Angelina 先做一個抵妝 剛才我們在後台 其實都替Angelina 做了少少 是不符的程序 相信大家其實在籌備婚禮的同事 很多瑣碎的事你們是要預備 還有很多時候 身樑子都會很緊張 你們是很大的壓力 我知道 其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可以怎樣幫其他減壓的方法 其實我可以去到 Gladet Foundation 那邊的 booth 我不知道他們在那個 booth 會有一頂其跡 這個美容的 cream 可以給大家親身試一下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其實在護膚的重要性來說 如果護膚做得好 相對化妝的質素出來 是會好很多的 我現在其實分別用了兩個 make up base 一個其實是會幫我們 把我們有毛孔和紋味的地方 去覆蓋著 就好像我們拍照 加了一些美肌效果 我覺得現在很多香港的女士 他們都會推薦一個很完美的底妝 他們都會推薦一個很完美的底妝 他們都會用很大量的粉底 我覺得其實在那個底妝 我們會用很多一些產品 你不需要用很多 concealer 所以我會用很多粉底做一個很厚的 很自動化的妝容 那在選擇粉底方面 其實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呢 其實在選擇粉底來說 我們每個時候在big day那天 都需要一個很持久 由焦化到慢的妝容 所以我會建議去選擇一些 可能持久到高一點 可以貼得久一點的粉底 你見到現在用了粉殼 幫Angelina瓦碎了肌肉 因為其實我們塗完一個底妝 我們擱透那個粉殼 在上面做那個拋光的效果 你會發覺我們的底妝 可以很緊貼在毛孔粒和毛利之間 也令你之後塗的粉底 是更加緊貼在肌肉裏面的自裂 其實婚禮當年的時間這麼長 其實持久度真的很重要 但是除了持久之外 我知道Clarifo她遮的粉底 還有護膚的功效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本來我們的粉底 除了有護膚的護膚 你會發現我們的粉底 也會有很多光學的東西 放在裡面 而且用的時候 現在很簡單 你看我剛才用很少很少的一份量 在面下這個位置 一點點打圈 我們會在上面的邊緣推開 但是她因為裡面的感覺很幼細 你不需要用很多份量 她會做一個很高適合的限量 你會知道 因為我們在結婚當天 其實由朝八到晚 整個妝容這麼厚 會覺得負擔很大 所以其實我們的粉底 最好是用一些放天鐵 一點的 這樣看出來的效果 你自己也不會覺得很累 看上去的問題 也會覺得是一個很真實的樣子 其實我看到是 因為你其實用了很少份量的份量 對 但出來的效果也很有光澤 還有論學的立體感也增加了很多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的粉底的光學原理 可以幫助我們 你不需要加很多修飾的感覺 我們最主要就是 將Zeta擺在2的中間 我們已經可以突出我們2的立體感了 現在我看到你現在正在上碎粉 那個動作很特別 好像是由左右壓下去 其實這個方法是不是有什麼來的 其實是 因為本身我們透過碎粉 從左至右換到好像滑到皮膚裡面 可以幫助我們 將我們的水粉 變成一個彈性的粉末 它會更加把我們的粉底 整理在我們的磨紅 和紋理之間 做出來的效果 就像一個扁的皮膚一樣 我看到底妝應該差不多完整了 你今天準備為我們試一下 怎樣的彩妝呢 其實我們為了做一個很自然的妝容 我不會建議大家去選擇一些很浮誇的顏色 或者用一些很誇張的線條放在上面 我寧可會選擇一些比較全淡的顏色 我們會突出自己皮膚的光澤的質感 做出來其實就要看下去 每一個人都可以散發到自己很獨特的氣質 我今天就選擇了一些淡紫粉紅的顏色 其實你會看到 我現在又製了ABCV四個顏色 用的時間也很簡單 我們會先把C這個顏色 放一份紫色的 我會放在Angelina 我們會用ABCV四個顏色 大概會在我們眼光的地方 少許是加深入那個顏色 因為放回我們亞洲人的紅色 很多時候都未必會有愛國人的深合 我們可以營造更多的藍體感劇 然後我會用ABCV四個顏色 是比較溫暖的 集中我會放在眼和喉嚨最突出的地方 最後把ABCV四個顏色 我們會放回一下眼光 看到我的眼睛展開 因為我好像有水柔的效果 是啊 而且我們本身 Train for Focating也會有一個很獨有的黃金比例 裡面 其實跟很多亞洲的客人來說 我們原來兩隻眼睛 中間是用了一隻眼睛 這就是最佳的黃金比例 很多時候 譬如說如果雙眼是比較硬一點 我們重點會先把眼線 可以在眼的後面 這些位置 少許是伸展更多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感覺 在向外拉 其實是做一個平衡的妝容的 相對的 有些客人 譬如說 每身兩隻眼的距離 是分得開一點的 我們就可以把眼色 眼線的重點 放在眼的前面 我們眼也可以放在前面 亦可以拉近雙眼的距離 其實令我們亞洲人的顏色 可以更加進去 藍牙的眼線 這個黃金比例的貼士 對我們亞洲人來說 真的很有用 是啊 剛才提過 其實一盤的分線很長 在補眼妝方面 你有什麼貼士呢 其實是適合的 因為我們今季 都推出了一個 水型的新眼影 你看我現在拿著這個 白色的眼影 它是一個 好像cream 質地的眼影 你不需要任何工具 你只需要帶它在身邊 就算沒有化金屍在你的 即使你自己 用這個手機 我們輕輕放在眼中間 其實是怎樣的呢 隨便會做到一個水窩窩的 幾下就這樣 你都會增強很多的藍體感 你就可以自己 都可以隨時隨地做 很多簡單的補妝 真的很方便 即是新人展 如果看到自己 有什麼需要 就可以自己用手 就可以補妝 是啊 另外同期 譬如我們也有一個 深色一點 在夜晚的時候 你也可以加強領域 譬如好像我們想 特別是眼眉的 要做黃色一點 可以把深色的光放在尾部 就可以了 眼影的電腦 真的很有水形的效果 加上剛才的眼影之後 最後呢 Karen 你會為我們 在眼妝加些什麼呢 其實為了配合我們頭身 在眼眉的拉長眼線 去強調眼眉的重點 我會用上Scarat 其實會在眼眉那裏 一樣是 做回一個生意的眼眉的 Karen 我看到你今天 就是用Scarat 其實很多新娘子婚 在那裡 都會選擇 用假眼線 你又覺得怎樣 Karen 其實呢 很多時候 都會有客人 結婚的時間 要用假眼線 但是呢 我也聽過很多朋友說過 就是 他們會發現 由焦到萬大字架 其實你會覺得 眼睛很累 很重 很辛苦 所以 我們本身這個Mascara 是一個死黑的功能 而增長短幅辱蜜 也可以做到 更加專業的效果 所以呢 他可以給予一些 比較敏感的客人 幫助一個選擇 也可以用黏眼睛 我們都一樣 是一個很重人的眼睛 那這個負擔 一定會看得到很多 對 我看到現在的妝 差不多完整 最後一套 是不是應該就是唇妝呢 是的 其實我們呢 很快地 加上少許 第三顏色的衣服 因為要配合 自然的妝容 在唇妝方面 當然我會選擇了一個比較 比較 一點點的唇膏 給Anjolita 但是呢 因為我希望做到那個 是顏色那麼多 但是做到一種很水型的質疊 我根本都選了一個 是水型的唇膏 好 我看到本身其實Anjolita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 蜜桃色的唇膏打底 是不是 對 沒錯 然後我們用這個唇膏的時間 呢 集中可以放回唇膏的中央 對 對 所以可以令到我們呢 那個唇唇的 看起來呢 會更加有複製 這個性質的效果 那種唇妝的顏色方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轉移呢 其實呢 我覺得其實可以配合你 譬如那個 衣服的顏色 譬如好像分紗 你比較白色一點的 我們會選擇一些很鮮的顏色 但是到了晚上晚妝的時間 我們會配合一些比較濃一點的 顏色的衣服 其實在唇膏 甚至於眼妝方面 亦都可以相對地 用一些深一點的顏色 去突然演出一個 本人的效果 那我看到Anjolita的妝容已經完成了 我看到很誇張的顏色 整個很甜的效果 但很立體 果然是她的 對 好 好 其實呢 今天在座 有很多位都是總身娘子 其實這一刻 你覺得 其實我們大家有什麼 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呢 其實我自己會提起這麼多位 因為 其實你籌備婚禮的過程 打理皮膚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一個漂亮的化妝 是建基於一個好的皮膚 狀態上來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開箱 這樣打理皮膚 以及開箱去想 你一個 最適合你的 謝謝Karen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如果有一個全體的衝刺 如果 其實 也可以 請 謝謝